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我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在得知我得了绝症之后 身边的女人都拼了命一样要给我生孩子 人之将死,不享受,怎么能行呢? 我干脆狮子大开口 在我临死之前好好地疯狂疯狂 在我40岁生日的那天 我接到了一个巨大的噩耗 癌症晚期,最多只能活一年 我没有亲人,更没有家人 只有一家收益还算是不错的公司 以及足以让人眼红的身价 但又有什么用呢? 当我死后,这些东西都将灰飞烟灭 我躺在奢华的VIP病房里 却如同躺在坟墓里一样 一直负责照顾我的小护士 家家进屋来给我换药 我摇头,将死之人 还浪费这些药有什么用呢? 小护士家家也就20岁刚出头 青春可爱 尤其是穿上那套淡粉色的护士装 和白色丝袜之后 更是给人一种天使与魔鬼结合体的感觉 他冲我笑了笑 我听说你的事了 其实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心灰意冷 我哼了一声 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丫头骗子懂什么 她非常细心地帮我整理房间 我虽然年纪小 但因为在这里工作 所以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你现在应该做的不应该是冲我发脾气 而是好好地陪陪家人享受生活 家人 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好陌生 我这辈子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 没有家人 没有女朋友 更没有孩子 她眼睛一亮 但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转身去浴室给我打来了一盆水 然后非常小心地捧着我的双脚放进水盆 那就更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 帮助卧床不起的病人清洗 原本是VIP病房内的一个很普通的服务项目 但我现在四肢还很健全 这样的行为显得有些耐人寻味 她轻轻地往我的脚上撩着清水 我很警觉地把脚收了回来 我能自己洗 她笑了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希望在你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 不至于让您感到心寒 说着 她又重新抓住了我的脚 然后像捧着圣果一样 小心翼翼地又放在进了水里 那一刻 我突然感觉盆里的水很温暖 她的手也很软 我索性把眼睛一闭 就算是她有所图又能怎样 反正我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 享受享受怎么了 小护士佳佳给我洗得非常仔细 每一个脚趾缝里 都用她那温暖如玉的手指来回搓干净 然后又把我的脚抬起来 捧在她的面前 轻轻地挤压着脚底的穴位 此情此景 让我几乎忘了 这里究竟是医院还是洗浴中心 小护士佳佳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所想 冲我白了一眼 想什么呢 给患者按摩也是我们护理专业的比修课 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脚放在了她的大腿上 然后顺着脚踝捏到了小腿处 像你们这种大老板就是太累了 每天的身体和心情都是紧绷绷的 身体怎么可能会好呢 适当地放松一下 或许你的病就好了 她那温暖的手指缓缓向上 仿佛带着一团烈火似的 在逐渐地燃烧着我这根干柴 其实我很清楚这个小护士想要干什么 我的公司虽然不是很大 但几千万总是有的 由于我已经没有任何直系亲属 所以这笔遗产将随着我的生命的停止而化为需要 我猛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不用了 我现在没有这些心情 小护士佳佳轻轻咬了咬嘴唇 有些沉怒地看着我 想什么呢 难道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不堪吗 她挣脱开了我的手 然后继续向上 然后恰到好处地停在了合理合法的位置上 说实话 她的按摩手法非常好 最后 她冲我俏皮地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睡吧 晚上有什么需要的就随时叫我过来 这样的处理方式 让我心中的那团火越烧越旺 反正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 有没有老婆孩子需要牵挂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伸手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其实 然而就在这时 病房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我公司的业务主管邓琳琳 抱着一大堆文件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结果正好看到我抓着小护士的手 女主管邓琳琳的脸瞬间就红了 老板我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赶紧松开小护士家家 这么晚了 你来医院有什么事吗 女主管邓琳琳红着脸抱着文件 走到了我的床边 她尽可能地试图表现的 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似的 由于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医院 公司有几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需要您签字 为了改时间 我就拿到医院来了 对不起 小护士家家 不留痕迹地转身离开 屋里面很快就剩下了我和女主管邓琳琳 自从我生病之后 公司一直交给她来打理 她的业务能力非常强 成熟而又稳重 我对她也十分地信任 如果是平时 我一定第一时间检查所有文件内容 但现在已然变得心灰意冷的我 对这些早已不在乎了 反手推开文件 然后把我放在床头上的病例递给了她 你看看吧 女主管邓琳琳在看完我的病例之后 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老板我苦笑摇头 老天爷是公平的 他给了我那么一大笔财富 必然要在我身体上夺走另外一些东西 女主管邓琳琳擦了擦眼泪 不 老板我觉得越是这样 我们应该越打起精神来 说不定随着这几笔大单的签约 您的病也会好起来呢 说完 他把随身带来的笔记本电脑 放在了旁边的桌子 说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在这里办公 我说我真的没什么事 不用他这样 而且如果被他男朋友知道的话 反而还有些尴尬 可女主管邓琳琳却不以为然 什么男朋友啊 早都分了 其实现在的我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也最害怕一个人独自面对 有一个人陪着我 心里面反倒他是许多 随后我让小护士佳佳买来一桌菜 甚至还叫了两瓶酒 女主管邓琳琳有些担心 老板 您还能喝酒吗 我笑了 趁着我还能喝洞 倒不如就享受享受 小护士佳佳毕竟年轻人 思想比较开放 这就对了 你越是把他当作一个病 他就越折磨你 倒不如就此看看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说到最后三个字的时候 小护士佳佳的眼神变得炙热起来 我全当没看见 拉着他也留了下来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要死就死得痛快一点 我们关上门 放上音乐 房间里瞬间杯酒交错 几杯酒下肚 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 我问女主管邓琳琳 是怎么和男朋友分手的 她苦笑两声 渣男出轨呗 两家本来都已经到了 筹办婚礼的时候了 结果那个渣男 竟然和我闺蜜睡在了一起 小护士佳佳猛然举起酒杯 让天下的渣男都死去吧 我又问女主管邓琳琳 那你以后想怎么办 邓琳琳今年也三十多了 虽然相貌身材都是极品 但类似她这种女强人 想要找对象 可是非常困难的 走一步算一步吧 不行就一辈子打光棍 小护士佳佳激动的一把 搂住邓琳琳 另一只手 拖住了她的下巴 万分的妖媚 姐姐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咱俩过吧 原本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可女强人邓琳琳 哪里能吃得了这种亏 反手就把小护士佳佳抱进了怀里 姐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受得了 两个女人顺势笑作一团 小护士佳佳穿的是淡粉色护士装 配上一条白色丝袜 女主管邓琳琳琳 穿的是藏蓝色工装短裙 外加一条黑色丝袜 这一黑一白宛如两条蛟龙 火光四射 看着这对美女纠缠在一起 我似乎已经忘记了绝症 忘记了死亡 于是乎也顺势端起了酒杯 那我这个老头子咋办 两个美女刚才还你浓我浓 我听到我这番话之后 瞬间收起了笑脸 图穷比线 女主管邓琳琳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老板 你看我们俩谁漂亮 小护士佳佳借着酒精的麻醉 更是直接掀开了底牌 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话直说出来不好吗 说完 一扯自己护士装的衣领 把肩膀露了出来 我比她年轻 比她大 你选一个吧 两个美女四道目光 直勾勾地看着我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我反而轻松了许多 翘起二郎腿 顺手点上一支烟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选择都要 在狠狠抽了一口烟之后 我徐徐到来 其实你们两个心里 在想什么我很清楚 也能理解你们的选择 我这四十多年来赚的钱 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足够让你们此生 不必再受任何劳累 诚然 我的死局已定 我的这些财产 如果就这么灰飞烟灭的话 也确实有点可惜这样吧 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 如果你们谁能先做到我的要求 我的遗产就归谁 女主管邓琳琳和小护士佳佳 同时走到了我的两侧 火辣辣地看着我 你说 我深吸一口气 你们谁能帮我生个孩子 我的遗产就给谁话都没让我说完 二女一口同声 我先来 我顺手把烟头扔进酒杯里 一起吧 这样公平点 说完就搂着他俩就上了床 此时反而是年纪更小的小护士佳佳 更理智一些 不行 现在咱们都喝酒 如果一旦有了孩子会非常危险的 而女主管邓琳琳却根本不吃这套 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你随便 说完就搂住了我的脖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然而他却并没有接 而是毅然决然地把红唇贴了上来 我轻轻地推开了他 先接电话吧 这么晚了 万一有什么急事呢 女主管邓琳琳有些依依不舍 但还是乖乖地拿出了手机 然而另外一边的小护士佳佳 貌似也想通了 强行把女主管邓琳琳挤开 跳到了我的怀里 让他先去接电话吧 嘿嘿 小护士佳佳的红唇更小更翘 像一个可爱的小樱桃 光是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想咬上去 然而还没等我吃够的时候 门外却响起护士长的声音 佳佳 你们里面干什么 都这么晚了 别打扰其他房间的病人休息 小护士佳佳冲着我吐了吐舌头 没事 不用理他 我们小点声就好了 与此同时 女主管邓琳琳接通了电话 听筒那边传来的是 他男朋友焦急的声音 琳琳你在哪呢 你不是说给你们老板送文件去吗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 女主管邓琳琳 有些不太好意思的看了我一眼 我这边的事情有点多 等处理完了就回去 我推开小护士佳佳 然后抢过女主管邓琳琳的电话 我是邓琳琳的老板 实在抱歉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医院住院 公司有很多事情 实在是忙不开 不过我现在就让他回去 听筒那边的小伙子 一听是老板的声音 也没敢多说什么 好的 谢谢你 挂断了电话之后 两个女人还想继续 但此时的我 已经过了刚开始的那股冲劲 一下子平静了许多 算了 我有点累了 改天再说 然后就一脸疲惫的躺在了病床上 两个女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小护士佳佳又捧起了我的脚 要不我给你做个按摩吧 女主管邓琳琳 立即趴在了我身边 要不我给你 我再次摇头 都走都走 我想一个人静静 见到我的态度很决绝 两个女人便不再说什么 女主管邓琳琳先离开 小护士佳佳把屋里面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屋里面很快就再次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躺在病床上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天花板 其实在经历了这顿酒之后 我反而对死亡没有太多的恐惧了 人活一世 无非是先走早走的事情 正好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倒不如做点疯狂的事 打定主意之后 第二天我直接提出要出院 但主治医师告诉我说 还有几项检查需要做 而且后续还需要一系列的治疗措施 但我统统拒绝了 无论是什么检查 还是这些药物用在我身上 其实都没有用的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去享受生活 于是我让小护士佳佳替我办理出院手续 然后一个人来到了医院附近的一个公园里 大约是早上九点多钟 正是公园里老头老太太出来扭秧个下棋的时间 我看了一会儿棋 又扭了一会儿秧个 感觉一下子就到了七八十岁的年纪 这种田径的生活曾经是我的梦想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求 我流连忘返地玩到了中午十二点 老头老太太们毕竟中午还是要回家吃饭的 随后我才打车回家 与其说是家不如说这里只是我的一栋房子而已 因为我很清楚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然而当我回到家之后 却看到女主管邓琳琳和小护士佳佳站在我的别墅门外 今天女主管邓琳琳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和黑色包臀裙 下面搭配的是一条肉丝丝袜 黑色的高跟鞋成熟而又妩媚 小护士邓琳琳则脱掉了护士装 换成了一条超短的白褶裙 黑色鱼网袜加上粉色的凉鞋 几根晶莹的脚趾从凉鞋里露了出来 两个人似乎在激烈地争吵着什么 但是当我出现之后却都同时停了下来 我皱了皱眉头 你们俩怎么来了 小护士佳佳直接挂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今天请假了 要在家好好伺候你 女主管邓琳琳也不甘落后 挂在了另外一边 我做饭特别好吃的 之前在公司也没机会给你展示 现在正好有时间了 说来说去还是惦记我这些遗产 有付出有回报 等价待换 貌似倒也有些道理 想明白了这些之后 我索性放下了所有思想上的包袱 进屋之后 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随手一丢 然后整个人完全身陷在沙发里 小护士佳佳非常懂事 直接帮我脱鞋脱袜子 但毕竟扭了一上午的秧歌 再加上我穿的就是皮鞋 脚上多少有点胃 小护士佳佳有些嫌弃 哎呀 要不我给你洗洗吧 我直接把脚趾点在了他的鼻尖上 这就受不了 那你距离得到遗产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旁边女主管邓琳琳猛的扑了过来 抓起了我另外一只脚 我不怕我不怕 但我却把脚收了回来 你有男朋友 这是道德底线问题 你回去吧 女主管邓琳琳有些急了 立即拿出手机 打开了他和他男朋友之间的聊天记录 真的已经分手了 只不过他还总是不停的缠着我 所以里面除了文字还有语音 他男朋友的却通过语音 说了分手的事情 我这才放下心来 既然没了道德的约束 我直接指了指厨房 你就别按脚了 去做饭吧 女主管邓琳琳很开心 急急忙忙的跑了过去 小护士佳佳也不在乎我的脚臭了 按脚按的甚至比在医院里还要细心 有竞争就有服务质量 脚按的差不多了 那边饭菜也做好了 实话是说 女主管邓琳琳的菜做的还是不错的 色香味俱全 她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似乎想要我的表扬 我伸手直接摸了摸她的脸蛋 脸上的粉有点多 但还是很滑的 不错嘛 她笑了 你要是想吃 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在公司的时候 虽然她一直都是我的属相 但是她女强人的那种性格 总是一种极其高傲的样子 即便是在和我这个老板打交道的时候 也都是一副臭脸 但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肆无忌惮了 我突然有个很坏的想法 于是我假装不小心把筷子碰掉了地上 女主管邓琳琳想都没想就蹲了下去 但是在劫己坏的想要站起来的时候 却被我一把按住了头 该做什么 自己清楚吗 女主管邓琳琳愣了一下 很快就点了点头 成熟的女人就是这点好 不需要有过多的解释 他们很清楚应该怎样讨好男人 对面的小护士佳佳有些着急 我 说着也要去钻桌子 我用脚尖直接顶住了她的下巴上 你不用下去 过来吧 说完就把她搂在了怀里 现在我就是你俩的考官 来展示一下你们各自的实力吧 那一刻我才终于感觉到钱真特么是个好东西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能让这两个女人完全放下了所有的尊严 他们俩卖力地讨好我 几乎费尽了浑身的解数 我则乐想其中 随后的日子里 这两个女人干脆搬进了我的别墅里 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想来讨好我 但除了为了让我高兴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想要最先怀孕 因为只要有孩子 那孩子就必然会拥有继承权 我当然也希望能够把我的基因继续延续下去 但与此同时 我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癌细胞所带来的剧烈的疼痛感 经常在午夜当中把我疼醒 原本我以为只要好好享受人生就可以让我舒舒服服地过完这最后几个月的时间 可没想到这种疼痛实在是无法让人忍受 这个我实在没办法 找了个借口 瞒着那两个女人来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检查 虽然已经知道了结果 但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的 可第一次检查的结果与上次一模一样 不过医生说 最好能够把整套检系列检查全部做完 才能够做到最精准的判断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 之前在小护士家家的那个医院里 我的整个检查没有做完 虽然两家医院的第一次检查都出失误的可能性不大 但我内心当中却依稀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 人就是这样 在绝望当中是一个状态 可在绝望当中之后又看到了希望 那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 晚上我给家里那两个女的打电话 说我今晚上不回去了 这两个女人竟然还要赶过来陪我 其实我也清楚 他们两个无非是怕再有第三个女人插起来 到那时竞争压力可就更大了 但我的人生有我自己选择的自由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抛到了KTV里 点了六个小妹 彻彻底底的享受了一把帝王的感觉 在这里的感觉和在家里面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无论是小护士家家还是女主管邓琳琳 毕竟本质上还都算是良家妇女 有些感觉和这群风尘女子还不太一样 她们要的更直接 花样也更多 我给的也更干脆 以至于第二天我做检查的时候 腿都是软的 整个检查过程要持续大概十多天的时间 我索性重新换了个手机号 把原来的手机关机静静的等待着对死亡的正式宣判 并且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每天都只醉金迷 我曾经也经常因为生意场合的原因 要带着一些客户光顾这些风月场所 但那毕竟是逢场作戏 疲于应付 如今真正的切实体会的感受了一下 一开始还有着足够的新鲜感 但久而久之也就腻了 15天之后我怀着极其忐忑的心情来到医院 来等待着最后的宣判 医生把结果递给了我 看完之后我却只是笑了笑 随后我又重新返回了家里 那两个女人都不在 我直接打电话给她们 让她们半个小时之内在我家集合 她俩的速度非常快 只用了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来到了家里 锦吴就追问我这半个月里跑到哪里去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我去哪里还需要向你们俩报备吗 二女顿时语色 我直接穿着鞋就把脚塞到了小护士佳佳的怀里 她很听话 脱鞋脱袜 女主管邓林林也要蹲下来 但我却把另外一只脚递给了她 好好学着点 女主管邓林林一愣 但还是规规矩矩地跟着模仿小护士佳佳的动作 其实我这样做是有目的性的 就是想看看这两个女人有没有互相妥协 果不其然 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小护士佳佳竟然还非常细心地讨论按摩方面的一些技巧 我笑了笑 你们两个不继续争了 二女同时摇头 女主管邓林林讨好的看着我 其实我觉得佳佳也挺好的 没必要彼此争来争去 而且她还懂一些衣力 正好我们俩可以一起伺候您 伺候我 说得好冠冕堂皇啊 我突然觉得这两个女人甚至都不如那些风尘女子 至少人间为了钱很坦荡 可他们两个纯属就是那种又当又立的 不过这道也挺好 正好享受享受 我用脚拍了拍小护士佳佳的脸蛋 还臭吗 小护士佳佳满脸没笑 不臭了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味道了 女主管邓林林还夸张地闻了一下 确实我也一直都很喜欢 我哈哈大笑 搂着这两个女人直接进了卧室 这一次我没有任何的怜香细语 要多疯狂有多疯狂 他们两个都有点害怕 小护士佳佳低着头看着我 你这次回来之后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我冷笑 哪里不一样 旁边女主管邓林林羞红着脸蛋 弄了好多新花样 让人怪不好意思的 一把搂住他俩的肩膀 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现在你们俩猜猜 那半个月时间我去干嘛了 两个女人同时摇头 我转个身去在桌上的公文包里 拿出了我的另外那家医院所做的检查报告 前段时间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把整个检查都做完 无论是给我自己还是给你们两个也算是一个交代 话说到这里两个女人脸色同时一变 似乎觉察到了情况有些变化 然后我分别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他们俩 密码是我家的门牌号 也算是这段时间对你们俩的一点不长吧 女主管邓琳琳小心翼翼地问我 老板你什么意思 我耸了耸肩膀 没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你们这段时间很辛苦 又是帮我洗澡 又是给我按摩的 还要忍受我的臭脚 你们别多想 这是你们应得的 小护士加加咬了一下嘴唇 那我俩就收了 谢谢老板 我赶紧摆手 以后不用管我叫老板了 二女的脸蛋同时又兴奋了起来 女主管邓琳琳声都变了 那我俩以后管你叫你老公 我摇头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两个以后不用再来了 这里不需要你了 说着 我把最终的病例报告 从文件袋里拿了出来 然后找到了最关键的那一行字 用手指指着 一字一顿地说道 良性肿瘤 建议手术 最终的结果 没有出货的意料之外 这两个又当又立的女人 在得知我不会在几个月之后 就死的消息之后 瞬间翻脸 女主管邓琳琳甚至还扬言要告我 我直接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录音笔 小护士加加甚至要冲上来 跟我拼命 却被我一把推开 这卡里分别是二十万 如果按照次数来说的话 基本上已经算得上是金子的价格了 所以你们俩根本就不亏 女主管邓琳琳咬着牙瞪着我 可是为了你 我男朋友都没了 我呵呵冷笑 别闹了 你谈朋友是最不要脸的 为了拿到我的遗产 他竟然主动把你献给了我 这样的男人简直禽兽不住 然后我直接做出这个送客的手势 滚 二女又撒了半天的泼 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拿着银行卡离开了我的家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心中无限感慨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里 对我而言仿佛过了一辈子一样 正所谓人生如梦 在这样的经历之后 让我更加懂得了生命的可贵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呀 请不吝点赞呀